没有台湾棍团也是最新消息先来带给大家 我们来看到洪家人今天生气 洪姐姐已经讲到三军统帅连国防部都管不了 得不到真相的啦 也强调现在想尽办法 要抹黑洪家要钱 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 洪家委任律师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们说呢 现在呢要的是真相 而不是把某些人抓起来打一打就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责任都推给小兵这对吗 好最新的消息我们请主播洪淑芬来告诉大家 好来看目前在军检署的最新情况 而关于军事的行政书师庭讯在今天 可以说目前是告一段落了 那么刚刚呢洪仲秋家属的委任两名律师 包含了李轩逸跟刘继位 他们已经布出了军检署 他们表示呢对找到真相还没有放弃希望 同时呢希望军检呢是以军事审判法跟刑事诉讼法 能够就犯罪的事实审判独立的起诉 来看到法这个律师刚刚最新的说法 跃全一下代表洪家 跟大家表达说我们很感谢大家的关心 可以从PTT上面可以发动这个没有组织的游行 我想这是台湾史上最大的 然后其实洪家人也很感谢 中秋在出事的时候内湖三种 跟天城医院的帮忙 洪家最希望取得的是 在部队里面发现的真相 那这个真相当然就必须由军检署跟地检署来调查 而今天在军检署有三个停讯同时在进行 那么其中关于军事行政书的部分呢 那么刚刚呢是已经那么有这个提讯的 目前在押的被告连长徐姓正 同时还有三名的证人 而这三名的证人是之前没有曝光的 不过从画面上我们看到呢 坐着军车里头的三名着军服的这个士兵呢 他们可能就是今天重要的证人 那么目前呢看到这三名的证人呢 他们是已经离开了军检署 这是呢在今天停讯的最新情况 那么同时呢 这洪家律师也表示说 他们特别的要感谢市内湖三种 以及天城医院 那么对他们的一个协助 这是在军检署的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交为棚内 好 要的就是真相 但是不是把不相干的人等或小兵抓来打一打 我们就来看到说要真相 这个真相应该到谁那里去才要得到真相 洪家人今天还说呢 哇 这个原本的五四两旅的旅长 沈威智真的没事吗 我们接下来就请X先生 为什么说沈威智在整理事件当中 其实他也具一个关键地位 现在洪家姐姐点名了 他如果不列为被告的话呢 哇 他将会来向他求偿 巨额的求偿 为什么要这么说 其实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大家实时不太清楚 沈威智在整个洪案过程当中 特别是6月26号的零座南会 哇 在这边我们的洪仲秋 还跟他说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是 其实大家这是可以看到 整个停损点已经设在搜押最高层级 还是副旅长 还是一个上校 可是沈威智他虽然有被预约谈 可是他并没有被列为被告 这侦查程序到现在23天 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 之后还有起诉的程序 到审判的程序 这些后续我们都还不知道会到什么境界 但是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沈威智洪家人会说他脱不了身呢 其实在我们有宪明跟我们表示 就一位M先生跟我们表示 其实大家在媒体上可能比较常看到的是 离营座台湾会的问题 离营座台湾会的洪仲秋 讲了哪四项问题的 第一个他讲了是不是可以用 旅不连的消防车 来帮一些军车来做一个洗刷的工作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 五四两旅是七点收假 然后许多住在中南部的弟兄 他可能回到五四两旅的时间 会非常的紧迫 然后可能加上塞车会有问题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提示 然后再来就是讲到一个 可能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杀机的东西来看的 就是民用车辆的补充料件太慢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五四两旅 许多的装甲旅 不管是其他部队或者怎么样 都会有这个问题 他会在这里上下骑手 在这里有黑帐的问题 因为他里面空间很大 而且他又是国军一个已经 很多年的一个漏袭 然后再来他就是讲的是 连上士官长的寝宿内务很乱 好 但是其实大家可能 目前就只知道这上面这四项 但是真正的就是在 前面这四项是在黎明座谈会上面用 口头的方式 公开的讲 公开的讲跟让旅长知道 但是市底下洪仲秋 其实还有跟旅长建议两项东西 还有建议 第一项就是连上士官长的内务都很乱 表示他很在意这一点 因为连上士官长的内务是真的很乱 没有错 而且就是之后我们也看到沈威智 他也去了旅部连 也去督导 然后亲自去查这整个案子 他应该也是有发现整个很乱 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一点 沈威智其实他当 就是洪仲秋当晚 其实跟他的同袍聊了一下 他当天跟旅长私下建议的内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他跟沈威智旅长讲了一件事 就是他说范左仙这个人 他常常去拿一些手写的单据 回来找寓财士来核销 但是他要钱很奇怪 他要钱的方式非常的急 常常单据刚开回来 他就要寓财士马上给他钱 可是因为寓财士他没有办法 他寓财士我们知道 大家通常都是医务医 他也不想惹麻烦 也不想得罪士官长这些的 所以他只能就是配合他来核销 但是这核销的情形会有很多问题 常常会看到范左仙他可能买回来的一些东西 他的市价是比一般的市价还要高的 比如说我今天买个罗斯 我平常市价是50 可是他报是报个100 好狠喔 还有另外一个更夸张的问题 是常常这些单据上面 甚至是连买了哪些东西都不知道 我们知道这空白单据取得非常容易 你只要你跟这些商家熟悉 他根本还有可能直接帮你盖好一叠的张 让你带回去 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想说这是不是触碰到范左仙 在五四两里吕不连最重要的底线 就是他平常的一些资金的来源 是好 所以XCN来告诉我们 这个钱的问题现在浮上台面的话 是不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引发的 这叫非要关禁弊 还是甚至呢 它是一个杀机的一个开始 所以看到这里的话呢 这个沈威智将军 真的是完全没有事吗 所以请教这个 所以沈威智将军现在就是调职嘛 调去陆军当司令委员啦 那有人说当司令委员 那一年没有动静 大概就再见了 所以呢 直到这个副旅长就好 接下来 洪家今天料化 洪家很难得 那么神级会料化 所以他 沈威智应该要负责 你觉得 三十秒回应 沈威智只要最后不签那个名 那个禁闭就关不成了 就这么简单 他程序有没有走完 没有走完 是违法禁闭 是违法禁闭 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没有看到 那你是故意装没看到 还是你 还是就劈力让他过 就这么简单嘛 这个中间 很简单的几个违法的问题 包括没有开人评会的问题 你沈威智都没有看到 那难怪洪家说他没事 那谁有事 他不签 我儿子就不会死了 那当然所以洪家会气愤 最后签和是他嘛 对 刚讲没有人评会 而且里头附件资料不足 甚至呢 像以前有华哥说到 这些相关的体检资料 是不是所谓的 未造的 这都是问题 但沈威智不查 该负责任 我们待会回来